大家好,我是小安,欢迎您在百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,每天为您分享健康养生知识。 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和鼓励,人一旦上了年纪,多多少少都会出现身体健康问题。 好多人都会失眠,腰细酸软,腿脚无力,精神差气色越来越明显。 这些症状很多是由于心肾不交而引起的,很多老年人都会出现肾虚的情况。 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,肾气也会逐渐衰退,肾气衰退是衰老的表现。 所以我们老年人一定要注意补肾养肾,这样对于身体健康来说是十分有必要的。 95岁的老中医推荐用核桃搭配以下这几物,平时经常吃一吃,可有效缓解肾气不顾,神经衰弱,肾虚。 平时我们隔三差五地吃上一次,心肾不交,肾虚腰细酸软,腿脚无力的症状会得到很好的缓解。 首先我们来准备三到五颗的核桃仁,核桃在我国古代早就有健脑抑制的作用。 李时珍也曾说过,核桃可以很好补肾通脑,有益智慧。 不少古代人发明了很多吃核桃的方法,核桃不仅是最好的健脑抑制食物,又是大脑神经衰弱的治疗剂。 如我们是患有头晕失眠,心肌健忘,食欲不振,腰细酸软,全身无力等症状,可早晚吃一到两个核桃,可有效起到很好的滋不养生效果。 核桃对其他病症也有非常高的治疗作用。 核桃可补气养血,润造化痰,温费温长,消肿散接。 科学家也发现,每100克核桃肉当中含有20.97克单位的抗氧化物质,它比柑橘都要高出50倍。 人们吸收了核桃的抗氧化物质,可使机体免受很多身体疾病的侵害。 我们经常吃核桃可减少血液当中胆固醇的含量,减少患心血管疾病的可能性。 因核桃中还含有大量丰富的维生素B和维生素E,可防止细胞老化,能够建脑抑制,增强大脑记忆力,延缓身体衰老。 核桃中的特殊维生素不但不会升高胆固醇,还能有效减少尝到对身体胆固醇的吸收。 特别适合动脉硬化、高血压和关心病的老人食用。 但我们使用量不要太多。 每天3到5克,不能过量。 接着再来准备15克花生。 花生它是属于坚果类。 大家对它都非常熟悉,花生含有不饱和脂肪酸,可调节身体胰岛素分泌,同时还能减少血液中低密度胆固醇,增加高密度胆固醇,从而可起到辅助降低胆固醇的效果。 花生红衣有非常好的补血养颜效果,可有效帮助补气养血。 如是女性在月经期间或是出现贫血的症状,可多使用一些红衣花生,可达到补血效果。 花生中还含有人体所需要的氨基酸和丰富的钙元素。 其中,古氨酸和天门冬氨酸可促进细胞发育。 钙元素能促进生长发育,适当地使用,可为人体补充钙质,预防老年骨质疏松,花生还可养护肝脏。 花生中富含丰富金氨酸,可有效增强肝脏金氨酸酶的活性。 有助于将血液中的氨转变成尿素而排泄,从而达到保护身体肝脏的效果。 每100克花生含有25克的蛋白质,它可提供人体所需要的氨基酸,促进心脑血管健康。 花生还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,如亚油酸和亚麻酸,都可降低胆固醇水平。 中老年朋友可多食用一些花生,有非常好的保健和滋补效果。 接着,我们再来准备3-5颗红枣。 红枣是非常有益身体的。 红枣可健脾胃,补中益气,补血安神。 红枣是补养佳品,平时多吃红枣可提升我们身体元气,有非常好的补气血作用。 如女性得躁郁症,哭泣不安,心神不宁,也可多食用红枣,可有效帮助我们安定心神。 用红枣搭配甘草,可起到养血安神,疏肝解育的效果。 红枣我们最好一天使用3-5颗,不需要吃的太多,吃太多会导致上火。 先把红枣清洗干净,去掉红枣盒,接着再来准备适量燕麦片。 燕麦是一种低糖、高营养、高能量的食物。 燕麦性味干凭,能抑皮、养心、脸汗。 燕麦富含膳食纤维,能促进胃肠蠕动,利于身体排便。 燕麦被认定为功能性食物。 可有效降低身体血压胆固醇,平稳血糖,维持新陈代谢。 燕麦被美国十大杂志品为最健康的一种谷物。 燕麦可有效地降低人体胆固醇。 平时经常食用,对我们中老年人心血管,可起到一定预防作用。 每日可食用一些燕麦,可有效降低血液中胆固醇和甘油酸脂,还可稳定血糖。 燕麦含有大量丰富的膳食纤维,经常食用可帮助我们减肥祥脂。 所以,燕麦也特别适合减肥人群食用。 中老年朋友经常食用燕麦,可有效帮助预防老年痴呆和骨质疏松。 因燕麦当中含有大量丰富的钙元素,并且还含有丰富的心和甲,可提高大脑记忆力。 我们先把食材准备好,倒入锅中煮上20分钟。 朋友们,家人们,制作视频不易,小安每天都在用心教大家做养生。 视频看到这里了,麻烦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,给我点个赞吧。 您的支持和鼓励是我前进的最大动力。 20分钟之后,食材就煮得比较软烂了。 这个粥呢,我们可经常食用,隔三差五地喝上一次。 可有效帮助我们提高记忆力,减缓大脑智力减退。 对老年人,也可起到健脑和补肾的效果。 如您经常肾气虚弱,腰细酸软,腿脚无力。 精神不好,我们一定要注意补肾,肾好人才长寿。 身体才会更健康,经常食用对老年人预防骨质疏松也是很好的。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。 好了,朋友们,家人们,今天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。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和鼓励。 祝大家每天开开心心,快快乐乐健健康康。 平安幸福,我们明天再见,拜拜。 拜拜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